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项目大概筹备了三年左右 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 它是我们生活历程的一个见证 但同时它又是一份责任 我们对于大家想着想有什么东西来帮助表演方面 如果想到可以给我们指导 它从很多东西从来很深 表面是看不到的 最后才给人家透这个地方 开场还没拍之前 我不同在改变这些想法 这部戏其实量很大 因为团队付出蛮多体力和精神方面 每天的工作时间蛮长的 来 给团队进到这边 尤导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它一到现场就变得特别的抗讽 它对演员特别的温柔 特别的有耐心 表情反应可以夸心 发那么多时间去拍一部戏 不希望拍好 演员也都很配合 就发很多时间怎么演出来 马上交了一遍 马上交了一遍 每天现场一直在交流 试你的身份 好好功夫 说的全是细的发展 要回避它就 每天都是不管多累 大家有专注力都在这 这里好 大道可以泯灭天亮 这里好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就显得我比较高兴一点 高兴一点 高兴一点 一二三 可能他那种吸引人的感觉 是他那个状态 希望每个有名有性的人 在这个角色里面出现 让大家招牢去 因为最后的呈现就是 拿起结果说话 坚守这个初心 咱们一起拿出最后的当面 尽量通过我们的故事 为观众呈现一个好看的 一彩分成的江湖世界